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正式开始这几课的内容 上节课的内容我们设置了一个全局变量 并且然后我们在我们的detail.js里面 通过这个getapp方法拿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全局的app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判断我们的app里面的 g然后下滑键inplay.milric是一个什么样的值 从而再来决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播放图标的状态 好,那么这个代码怎么写呢 这样我先把我们的函数给提取一下 因为我觉得unload里面写的东西太多了 那不太符合我们的编码规范 那么我们提取一个什么呢 看一下 就把这样的一段代码提取过来 叫做sign-audio-monitor 我们进去一个这样的方法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调用这个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调用这个 这个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不要加lis 好,那么这样把所有的代码提取出来 不叫audio吧 挺属于的 API文档里面是叫audio 我们专门里面 好,那么我们继续啊 既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局的变量保存着我们的音乐播放状态 那么我们就要在每一个页面的unload函数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状态变量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呢,我们再来设计我们的音乐播放图片的状态 好,那么我们这里if if什么呢? if这个if 这个if就是我在这里拿到的这样的一个全局的if if下面呢 有一个global.dat 对不对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g eplayin music 如果 这个状态变量是真,对不对 那么我们小程序的 这样的一个 音乐播放图标呢 就应该被设计为 它的本地的 这里还有一个eplayinmusic eplayinmusic 实际为 否则什么就不做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带一个g上滑线的 是一个全局变量 它是用来保存我们音乐播放状态的 而下面不但这个g的eplayinmusic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用来在我们这个页面里面来控制这个数据绑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eplayinmusic 这是它们两个的区别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的逻辑 如果这个全局变量是一个真的话 说明我的音乐正在被播放 那么同时呢 我就要改变我本地做数据绑定的这样的一个eplayinmusic的状态局 因为它初始化的时候是force 而我的音乐正在被播放 所以说我要去改变我们图片状态 我就要把这个eplayinmusic 设置为true 而如果这个全局的是一个force的话 说明音乐没有在播放 没有在播放呢 那我们是不是什么就不用改变 我们不需要去处理 因为它本来就是默认是force 对不对 好,那么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大家可以再理一下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好,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播放状态 好,我们返回 我们再进来 没有效果对不对 还是没有恢复成一个播放状态 好,我们把音乐关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没有去 没有一个地方去改变这个全局变量对不对 全局变量默认我们设置是false对吗 然后我需要在有个地方去改变它 那在什么地方改变呢 肯定是在我们这个监听函数这里 对不对 我监听到它播放的时候 就要把它改变 好,那么这里是这样的 还是f 对 如果你这个音乐播放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设置为true 而如果你的音乐暂停了 我们就把它设为false 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看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的数据绑定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之前讲过了 在unload函数里面 如果你是在一个同步方法里面的话 这样直接复制也是升上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 大家看的不是太明白 我们显示区分一下 类似 我们还是这样 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数据绑定的方式 好,我们把这句话给删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这有个断点 把它跳过去 好,我们点击一下 开始播放了 返回 再进来 对了,对不对 再试一下 我们换一首歌再试一下 吹出来 再进来 再进来 好的 再换一首 没问题对不对 这个同步也没问题 这里也没问题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代码来 好 同学们 那么看似呢 我们已经完美的解决了音乐播放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已经诞识了好几节课了 但是呢 它确确实实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先不讲 我们还是放到下节课再讲 大家继续去找一下问题 好,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同学们 那么新的一节课又开始了 应该不是新的一节课 我们应该就是一个新的找Bug之旅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音乐播放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到调试这里来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文章 然后呢 我们播放一首歌曲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上节课说了 当我在进来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这里不再进入这个页面了 我们换一个页面 换这个页面 我们看到问题了没有 我现在播放的是这个李忠胜的鬼迷心跳 但是这个页面的歌曲呢 不是李忠胜的鬼迷心跳 它是另外一首歌 但是它这个地方的主标呢 还是被设成什么一个播放状态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我们看一下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 看见没 它这里应该是女儿情 那么在这里播放之后呢 我们再换一个看一下 我们换这里来 看到没有 图标状态不对 固同页面的图标状态是不对的 我把它关掉 好,那么我们来回到代码这里来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要解决问题 我们就要先分析出来这个问题的原因 问题的原因是这样的 你在一个页面里面的时候 你播放了歌曲 那么你把全局的这个 global data下面的g is playing music 设置为了true 那你换了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又执行了这样的一个unload的函数 那么它在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意思的时候 它读了这个g is playing music 对不对 它这个地方是true 从而导致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图标状态也是true 但是实际上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你这个g in playing music 它的状态呢 不是指的是你当前文章的状态 而是你上一篇文章 音乐的一个播放状态 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 这个g的in playing music 它的指代是不对的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方法是有很多种的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现在需要另外一个变量 来记录当前的音乐播放指代的是哪 一篇文章 而且这样的一个属性呢 也应该是全局的 对不对 好,那么既然是全局的 那我们还是在我们的app.js里面 再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变量名叫做g 然后呢叫做curent music host id 然后我们这个反而设置为空 我们定义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是做什么用的呢 上面这个变量是指的是音乐是不是正在被播放 下面这个变量呢指代的是哪一个音乐正在被播放 这两个变量的区别大家要把它记住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代码里面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用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音乐播放之后呢 我们设置一下当前的播放的音乐是哪一个 global.dat.g 记性不好啊 它这里又没有智能感知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这个post id怎么获取到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获取到这个post id 你看我在unload这里设置了就是 data下面有个current post id ok 那我们把它取出来 然后放到这里面呢 live.date 然后呢 是current post id 好 我们把这个值也付给它了 然后呢 这句话 在音乐暂停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当前播放的音乐给清空 音乐id给清空 好 那么这样的代码呢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还要在这里判断一下对不对 我们不仅要判断它正在播放 我们还要判断当前正在播放的音乐 是不是对应的我这样的一个文章列表的音乐 好 那么我们实现一下代码 并且这个app.put 复制一下 Current music post id 它要等于什么呢 让它换一下 等于 看一下 那等于这个值对不对 好 那么把这个值给复制过来 可以直接等于这个post id 少了一个 好 那么这样的一段代码呢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我也希望它这次是好的 已经改了很多次了 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 马上打开一个歌曲 好 播放 好 然后我们再返回 换一个 诶 好了 对不对 现在播放的是这个页页页页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页面里面呢 这个图标的状态 并不是正在播放的状态 而是停止播放的状态 好 这是对的 好 那么我们再点一下这里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里 OK的对吗 好 那我们把它再启动 再换一个 换到这里来看一下 我点这里 这也是对的对吗 我这里并没有改变 我用这个总控开关 控制了我另外一个页面的歌曲 停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好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呢 这里还是有个小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模拟器里面是解决不了的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bug 我们看一下是有什么问题 编译一下 好 我们点击一下 它开始播放 我们注意 我点上面 它现在操到哪里了 我想问问我自己 对不对 然后我点击一下 按道理来讲 我点击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点击了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 调的是什么话 我们调的是 这个pause background audio 对不对 我调的是暂停 注意是暂停 但是呢 我再点击它 再启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接到 接到我刚刚上面唱的那个歌词 看一下 不是对不对 琴琴又重新唱了一遍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调的是暂停 在启动的时候 应该是接着上次的那句话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总控开关这里 是不是好的 它现在正在播放 对不对 然后我点一下总控开关 它刚唱到哪里了 不管它唱到哪里了吧 我们再点一下 接着的是不是 结束我聪明 好 好 那我们再点一下 接着的 这说明呢 总控开关这里是好的 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这里的实现是不行的 再看一下 又从头开始了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明明调的是POSE 它按道理来讲的话 它应该再去播放的时候 应该是接着上面的那段话继续唱 对不对 我刚刚说这个不是一个BUG 这个是我说错了 它就是一个BUG 但是这个BUG 只是存在于模拟器下面 也就是说我们PC的模拟器下面 它在真机的运行环境下面 你用这个地方去控制音乐播放的时候 你再点击 然后再开启 它实际上就是实现了这样一个POSE 暂停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办法解决 大家可以在真机上面尝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实现了一个POSE 而不是STOP 因为我没有调用STOP 就是调用这样一个POSE 当然如果我调用STOP的话 那它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对了 那么基本上来说 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完了 我为什么说是基本上解决完了 这是这样的 大家看我给大家分解了这么多步骤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为什么我不是直接的把最后的解决方案给大家 就这么直接拿出来 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这些现成的代码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写好了 直接给大家全部讲一遍就好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 其实也就是想告诉大家 写代码遇到BUG是非常正常的 我写这一段代码的时候 我也是直到前几天的时候我才看到这些问题 然后又把我最开始的代码 逐步的演化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写出了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代码 所以说以后它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我目前来说 说实在话我也不敢保证 因为谁即使是一个最优秀的成员 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跟着保证 他的代码是没有BUG的 但是这个BUG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坏事 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持续的改进BUG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得到提高 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就写出完美的代码了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说到BUG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看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硅谷创业之父叫Hologram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黑客与画家》这本书 他在里面强调了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的观点 他说什么 他说BUG真的不可怕 在互联网的时代你就是不能怕BUG 你要和别人比的就是如何让你的应用程序快速的上限 在上限之后再来逐步的慢慢的再来修正你的BUG 互联网时代抢的就是时间 你绝对不能怕BUG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他的应用程序是百分之百完美 没有BUG的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BUG 但是你不能说你面对BUG之后你不去改 遇到BUG了之后 你要立即的马上的去修复它 这是《黑客与画家》这本书的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不信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程序 人家心多大 这么多的BUG 别人还不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迭代每一个版本 然后在每个版本里面来修复BUG 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来逐步的玩下我们的产品 这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主流的思想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好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基本上来说像这样的一个音乐播放我们就比较完美的实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音乐播放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控制 其实我觉得像它这样的一个业务还不是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看到编程里面什么最重要 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最重要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培养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们在常规的编程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太需要我们的数学功底的 这个可能是做一些算法的人 是去需要这样的一些数学功底的 所以说我们决道多数的时候 编程是考验到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好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各位同学 那么在这个小节里面 我想一下还是给大家来讲几个小问题 也是我之前开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是关于缓存的 我们这个大章里面主要是学习了这样一个缓存的功能 缓存我相信在以后同学们的开发过程中 肯定也会经常用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拟器里面是怎么管理缓存的 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设置了很多的缓存 那我现在想清空缓存怎么办 小程序的模拟器里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左边相关的功能按钮这里 我们调到调试这里 然后我把这边说小一点 这里有一个缓存 缓存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清除数据缓存 清除文件缓存 我们只要看清除数据缓存 我点击了之后 我整个页面的缓存都被清除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我这里是没有缓存的对吗 我点击一下 然后有一个缓存写进来了 好这个时候我把整个应用程序关闭掉 然后我再打开应用程序 好我们看一下缓存还在不在 还在的 然后我点击一下这里的缓存 清除数据缓存 整个缓存全部被清除掉了 注意它不是清除一个缓存 它是把你整个的应用程序的所有的缓存 全部清除掉 然后我们返回再进来看 没有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这里当然不是要说这样的一个缓存清除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我们之前也演示过了 我们重点要说什么 我们重点要说它在增机运行上面是有一个问题的 在增机运行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清除所有数据缓存的 也就是说小程序没有在现在它的微信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类似于模拟器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清除所有数据缓存机制 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你在增机上面去设置了一个缓存之后 但是你下一次你在客户端这里 也就是说在模拟器这里你修改了缓存数据 然后你再一次在增机上面运行 这个时候由于它之前的缓存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你新设置的缓存是不会替代之前的缓存的 而小程序又没有给你提供一个清除所有数据缓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如果你在增机运行上面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那么你又使用了缓存 那么你首先应该考虑一下 是不是缓存的问题导致了你的这样的一些奇怪的现象 OK大家举个例子 之前我记得我在缓存里面写入了一个图片的路径 然后我在模拟器里面也就是说在开发工具里面去更改了这样的一个图片路径之后 我再一次把它放到增机上去运行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图片的路径并没有改变 我找了很长时间的原因 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是缓存的问题 所以说它还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图片 新设置的缓存并没有更新过去 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的是把增机运行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缓存全部清除掉 那么你新的缓存才能够设置进去 这就是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但是如果你只是用于这个调试状态 还是有办法去清除这样的一个数据缓存的 但是不是用微信给你提供的清除所有数据缓存的功能 我们需要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之前说到这里缓存有这么多的 大概是10个API接口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Clear Storage 好 那么其实如果你想去清除增机上面的缓存的话 唯一的办法 目前来说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要在你的这个应用里面去放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点击之后 调用这样的一个Clear Storage的方法 才可以把你增机上面的缓存给清除掉 这是我们这个小节要讲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不要看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有时候你真的会很莫名勤劳 缓存就是这样的 因为小程序的缓存也没有一个市场期 它会一直存在 除非你更换设备 好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之前的关于讲template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这样的template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WXML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在引用图片的时候 我使用了一个相对路径 大家回忆一下 这里是关于Chair和View的这两个图片 看一下效果 这两个图片是什么呢 这两个图片就这两个图片 一个五角星 然后是一个眼睛 这两个图片 我们这里就要来讨论一下 在模板里面到底合不合适 用这样一个相对路径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种情况 我做template 对不对 我肯定不是只为了这样的一个post 单一的这个页面 来引用template 对不对 我可能有很多个页面 都需要引用template 所以说我引用的页面 并不一定刚好和post 这个页面是同级的 对不对 我有可能在其他的路径下面 那如果你在其他的页面路径下面 这个时候如果你相对路径 就有可能存在一个一个情况 就是找不到这个图片 因为相对路径 它是相对于你引用页面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 但是由于页面的路径不一样 导致你这两个点 上面是找不到这个 一个图片夹的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 我们现在复制这个post的页面 我们把它换一个路径 好,我这里已经把它给准备好了 这个post1 和这个post 所有的代码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位置是不一样 好,我们把它在这个post下面 我们再建一个pages下面 我直接把这个post1给复制过来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路径关系 你这个post的页面对不对 是直接在这个配置下面对不对 有一个post 然后这个post1它是在post下面 也就是说它是它的一个体积 这两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post1里面 能不能正确的显示我们的这两张图片 好,这里面的代码我都已经改好了 因为它引用不一样 你要让这个页面正常运行的话 肯定这样一些路径是要改一下的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if.json这里 我让它说实话的时候 直接显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Post,然后是post1 看一下 我下面有一个post 看一下,这里也体现了这两个post 同样都是以用了tamblet的两个post 它们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这上面的话是多了一个层级 然后我把它调到第一位 让应用程序启动了之后 默认的是显示的是post1这个下面的页面 而不是post的页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编译一下 小数这里来 我们注意看一下 图片没有了 对不对 所有的星星和眼睛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里我们不能用这个相对路径 我们把它改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效果 好,这里是相对路径是不是 那我把它换成绝对路径看一下 再编译一下 看一下 有了对不对 没有问题 好,那么我们还要看一下 这样你改了之后 我之前这个post能不能正确运行 我们再把首页给调整一下 好 这个大家不需要跟我一个个的试 因为我做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项目里面要做的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现在把post都换到第一位了 我们再调试一下 编译一下看一下 还是有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用绝对路径 可以适用于不同路径下面的页面 好,这就是给大家演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以后记住 就是如果你在template里面的话 最好还是用绝对路径 那么朋友们 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Chill 如果我们下節不见 易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